2024圣地牙歌动漫展宣布重磅消息 Robert Downey Jr.将回归MCU 但不是演出钢铁人 而是饰演漫威第一家庭 惊奇四朝人的死对头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拥有傲人的智力与科学知识 几乎所向披靡的魔法能力 同时又是一名国家元兽 登场以来六十余年 在漫画重要性不减反增 绝对有资格被称为漫威最伟大的反派 截至目前为止 末日博士已经有三个真人版本 但是每一次诠释都没有到位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这个角色层次实在太丰富 每部电影都把他当免息反派使用 所以将这个大人物大部分特色都删掉了 所以说末日博士到底是何许人物 曾在漫画中做过哪些惊人的事 而漫威的选角决定正确吗 今天就来一一为各位解答这些问题 在漫画中 末日博士首次登场于1962的 《惊奇四朝人》第五期 他是漫威之父Stan Lee和美漫宗师Jack Kirby 共同创作的众多角色之一 这个角色主要是由两个人物启发 西方文化中披着斗篷的死神 以及活跃于17世纪法国 一名至今身份仍然不明的 神秘政治犯铁面人 末日博士的设计 将他全身上下都以衣物或盔甲覆盖 刻意隐藏他的人性 目的是为了强调跟金属一样 冷酷无情的死神形象 此外末日博士也是一个 从疯狂科学家角色原型演变而来的人物 所以他同时具备科技与魔法的力量 在他的第一个故事中 末日博士就绑架隐形女 利用他发明的时间平台 强迫其余金旗四超人回到18世纪 从知名海盗黑胡子手中夺取巫师梅林的魔法石 然后又利用机器人替身 避免被金旗四超人打倒 不过这个角色的背景故事 在2005年的《毁灭之书》独立系列中 才被完整描绘出来 但是某些细节在不同故事中有所出入 不确定哪一个版本才是真相 为末日博士增加一些神话性色彩 Victor Von Doom诞生于虚构国家拉托维利亚 来自杰菲罗族的罗姆人 罗姆人以前被称为吉普赛人 但吉普赛这个名字带有歧视意味 所以后来就渐渐不被使用了 Victor声称他还在母胎中 就已经产生自我意识 而且出生不久就已经展现惊人智力 Victor的母亲Cindia为了守护饱受歧视的族人 暗中跟恶魔Mephisto打交道 没有错就是那位让我被打脸很多次的Mephisto 但是跟恶魔交易总是会吃亏 某天Victor的母亲决定向欺压族人的男爵手下报仇 却不知道自己能力是拿村庄里的孩子当代价 最后Cindia被愤怒的村庄士兵重伤 并且在临终前交代Victor父亲Vernor 不要让孩子像他一样成为恶魔的受害者 在这之后 Vernor和Victor父子 连同仅存的杰菲罗族人被逐出家园 四处流浪 Cindia的灵魂 则是被梅菲斯特囚禁在地狱 几年后 男爵的妻子罹患重症需要医生 跑来寻求Vernor帮忙 Vernor太过善良 所以还是同意前往城堡替男爵夫人看兵 没想到夫人病逝之后 男爵却恶劣地把这件事怪到Vernor头上 导致Vernor必须带着Victor逃亡 在大雪纷飞的山林里逃避追兵 Vernor用尽全力保护儿子让Victor存活下来 但自己却失温而死 这让Victor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开始钻研科技 以及当初母亲接触的禁忌魔法 这让Victor年仅16岁至成为部落领袖 并且成为族人守护者 保护他们免受男爵伤害 Victor的事不知如何传到美国 让他受到邀请前往纽约就读大学 并同时替美军开发科技 在美国期间 Victor结识后来成为惊奇先生的Reed Richard 一开始Victor没有把Reed放在眼里 但随着他意识到Reed智力跟他不相上下 Victor就产生某种复杂情节 把Reed视为家乡敌 在学业和工作之余 Victor同时着手进行研究 想要找到方法从地狱拯救出卖灵魂的母亲 为此他打造一个结合科学和魔法的机器 Reed无意间发现机器设计上有失误 特别警告Victor 但是Victor太过自负 认为Reed只是因为不懂魔法 所以才不了解这个机器 然而就在装置启动的那一刻 Victor只来得及目睹母亲在地狱受苦的模样 整台设备就忽然爆炸 学校因而将Victor退学 这一起事件在Victor脸上留下伤痕 同时让恶魔的力量进入Victor心灵 令他经常受恶梦侵扰 对Victor来说 脸上的伤痕象征他最惨痛的失败 于是Victor不愿意把脸上的绷带拆掉 从此之后总是把面容隐藏起来 不久之后Victor逃离美国 浪迹天涯一段时间 并且被青梅竹马Valeria找上 Valeria让Victor知道他离开美国之后 男爵想要讨好美国政府 所以为了打听Victor下落 而不断袭击杰菲罗族人 同时苏联特务为了强迫Victor协助他们 挟持Valeria 但是被一名魔法师阻止 魔法师临死前告诉Victor 他来自一个西藏的山顶神殿 那里多年来有一个预言 说Victor将会成为领导神殿的伟大人物 于是要他前往学习秘书 为了获得更强大的能力 Victor就抛下Valeria 前往魔法师口中的神殿 果然如魔法师所说 Victor很快就成为秘法大师 神殿的信徒也成为他的忠心仆人 但是在他修行期间 男爵顺利透过苏联福祉 成为拉托维利亚的国王 Reed Richards也因为种种成就 成为局势为名的科学家 时隔多年在电视上看到劲敌的Victor 度火攻心 要求手下替他灌上博士头衔 而Victor的姓氏Doom跟末日是同个字 所以他从此就被称为末日博士 此外Victor也一口咬定 当初自己会失败 肯定是因为Reed对他的机器动手动脚 所以他对于Reed的厌恶 逐渐加深成为憎恨 至于真相是什么 2013年金奇四超人第四卷第五期AU中 美漫分级真的超级复杂 石头人Ben Graham透露 当初乱搞的人其实是他 不过这个资讯又跟惊奇四超人 1234故事线中的描述 有些都不上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无视这个细节 虽然Victor的能力不断精进 但他依然经常梦见母亲 在地狱受苦的景象 为了阻绝梦魇 Victor就利用他在神殿中 学到的科技与魔法 打造一套把全身上下 连同脸都覆盖住的盔甲 Victor的真面目到底长什么样子 有几个不同说法 最初的漫画暗示他整个脸都被溶掉 但根据原创作者Kirby说法 他的脸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疤痕 问题是Victor个性极度自恋 所以他无法忍受自己有任何不完美之处 1985年《惊奇四超人》 第一卷第278期 在John Byrne笔下 Victor则是完全毁容 因为他完成面具之后 等不及冷却就把炙热的金属贴到脸上 末日之书刻意隐藏意外之后Victor的长相 但是并没有保留他被面具烧伤的发展 往后的故事中 他的脸一下毁容一下没事 老实说有点难追踪状况到底如何 譬如2014年FF第二卷第16期 他外表完好无缺的状态下 生命法庭惩罚他 每干一件坏事 脸上就会多一条伤疤 在2015年秘密战争结尾 惊奇先生利用超越者的力量 治好Victor的脸 同时净化他的心灵 所以他实际上到底长什么样子 会因为目前的故事发展而截然不同 成为末日博士之后 Victor认为实际成熟 于是只展开复仇计划 他带着忠心仆人Laren回到故乡 在族人协助下招兵买马 并且利用他发明的末日机器人军团 成功推翻国王政权 成为拉脱维利亚新任军主 在这之后 Victor利用他的科技 看遍许多版本的未来 发现人类总是会走向自我毁灭 只有其中一个未来中 世界和平疾病跟争端都被消除 而达成这个未来的关键 就是必须由末日博士担任全人类统治者 于是末日博士在那之后 主要就是在做三件事 试图拯救母亲灵魂 骚扰惊奇四超人 还有忙着征服世界 这个故事的后续 发生在1989的奇异博士和末日博士 凯旋宇折磨中 为了厘清谁是漫威主宇宙的至尊魔法师 受人惊讶的魔法大师Aget Genghis 召开一场魔法挑战 最后奇异博士胜出 获得头衔 而依照传统至尊魔法师必须答应第二名 也就是末日博士的要求 奇异博士起初对这个责任非常排斥 但是末日博士表示他只希望拯救母亲 于是奇异博士就答应出手协助 在地狱 两人联手渡过许多难关 但是关键时刻 末日博士忽然跟梅菲斯特交易 拿奇异博士灵魂当作代价 赎回母亲自由 没想到Cynthia得知儿子干的好事 就拒绝跟Victor离开地狱 而奇异博士也发现 末日博士偷塞一个能够让他脱身的道具 于是两人就有办法合力把梅菲斯特击退 而由于Cynthia无私的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灵魂就被净化 得到上天堂的资格 回到人间之后 两人就分道扬镳 而奇异博士也强烈怀疑这些发展 其实就是末日博士策划的结果 至于统治世界的目标 在1999的复仇九联盟末日皇帝中 末日博士由短暂成为全球最高领导者 而就如他目睹的未来 世界上许多问题也被解决 但是全人类也都因此失去自由 活在极端高压的恐怖统治下 2012的《惊奇四差人》第一卷第611集 末日博士来到另外一个只有一片虚空的宇宙 利用无限手套的力量重建出整个世界 后来他在这个宇宙实施 被金奇先生一行人拯救 过旧之后他表示 我曾经是个神 我意识到这个身份配不上我的地位 好哦 2015的秘密战争中 宇宙重撞把多重宇宙毁灭 于是末日博士利用超越者力量 将仅存的现实重组为战斗世界 并且以末日神圈的身份担任统治者 当然最后他还是被宿敌金奇先生组织 因而失去神力 具体来说 末日博士能力到底是什么 简而言之 他是个同才 聪明才智跟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 Reed Richards难分宣治 魔法能力也让他拥有成为至尊魔法师的自治 光是这两种特质 就延伸出许多其他能力 像是时间旅行 无息开发 远端传送 召唤超自然存在 魔法冲击波 各式各样咒语和治愈能力等等 在2012无敌浩克第三卷第五期中 末日博士曾用雅德曼金属电锯 把浩克头盖骨斜开 透过手术把Bruce Banner人格摘除 移植到一个复制身体里 让Bruce和浩克变成两个独立个体 在西藏修炼期间 Victor同时也学习武术 所以搭配上科技和魔法打造的盔甲时 他在肉搏上能够跟多数英雄打得难分难解 除了战斗能力之外 盔甲也搭配很多额外功能 像是视讯通话 承受外太空环境和红外线感应之类的 但是最好笑的一个 大概是盔甲上装了真十字架的残骸 真十字架就是当初用来处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末日博士之所以随身期待这个圣物 是以防哪天跟吸血鬼德古拉杠上 拉脱维利亚国家元首的身份 让末日博士能够自由使用一个东欧小国的军事 科技和经济资源 也拥有外交豁免权 所以其他国家的执法单位和英雄们也经常拿他没辙 强大的气场和个人魅力 也使得身边的人忍不住想要追随他 所以在特定情势下 英雄们也散步舞时会跟Victor站在同一阵线 像钢铁一般坚定的意志 让他能够抵挡多数大脑操控处 以及驾驭常人没办法承受的强大能力 像是超越者近乎无所不能的力量 此外末日博士也拥有一些心灵力量 像是机械感应催眠 以及他从外星种族弹头人学来的心灵互换术 严格说起来 末日博士唯一弱点就是他个性太傲慢 所以容易因为低估人而出现盲点 末日博士之所以是历久不衰的反派 不只是因为他集结各式强大能力的设计 和中二的有点讨喜的狂妄性格 更是因为他是惊奇四超人的完美对比 惊奇四超人是一个家庭 每个人都有明显的缺陷 但凭着爱和默契能够彼此互补 相较之下末日博士拒绝向人敞开内心 目中无人 甚至还背叛自己唯一爱过的女人Valeria 把她出卖给恶魔 剥皮制作魔法盔甲 末日博士冷酷又自私的性格 可以说是为了补偿他这辈子所经历的创伤 而建构起来的自我保护机制 而他虽然只有被逼到极限的时候才承认 但是Victor之所以如此痛恨Reed 是因为他其实非常嫉妒惊奇先生所拥有的一切 而他近乎无所不能的才华 跟别扭又小家自弃的核心动机就相应成去 这样复杂的设定 就把末日博士跟其他漫威反派做出区别 事实上末日博士有时候甚至会不情愿的当个好人 不过总是会宣称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就像万磁王对于变种人国家吉诺莎 末日博士也时时刻刻关照拉脱维利亚的平民 好证明自己是个伟大的领袖 在更大的危机出现时 他也会跟英雄站在同一阵线 只为了证明自己更胜那些英雄 最后他更是帮助自己劲敌金奇四超人好几次 某一次他在金奇先生被绑架时 帮隐形女接生 在这之后他们也让末日博士成为女儿教父 而末日博士也将刚出生的小孩 依据自己的爱人而命名为Valeria 对于末日博士来说 这是他最大的胜利 他等于是偷走了Valeria跟Reed的亲情 不仅接生命名 女孩说的第一个字也是Dume 他长大之后也因为不信任Reed而搬到拉脱维利亚 末日博士与Valeria的所有温情互动 都是在伤害金奇先生 不过他也不会承认 Valeria就是他的最后救赎 在Wastelanders Doom第一期中 他来到一个小镇寻求黑暗神书 有人答应要给他指引 但代价就是取走他的一项珍贵记忆 因为末日博士不忍心失去看到Valeria第一眼的记忆 只好选择拿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施法的记忆来交换 在末日博士的一生中 他都带来毁灭与悲痛 而Valeria则是他第一次将生命带入这个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末日博士经常被形容为 莎士比亚士的角色 至于MCU最先的玄角新闻 我们或许能够透过检视原作内容 来推敲RDJ饰演的末日博士 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在电影中 漫画中末日博士跟一堆英雄都曾经交手 但他和钢铁人算是有些怨怨 两人最经典的一个故事线末日任务 发生在1981年无敌钢铁人第149到150期 剧情讲述Tony Stark属下违背禁令偷卖武器给拉图维利亚 导致钢铁人必须亲自出面把东西逃回来 想当然而末日博士不会乖乖把货物送回去 不过就在末日博士跟钢铁人打成一团的时候 两人就被时光平台传送回亚瑟王时代 钢铁人加入亚瑟王战营 末日博士则是跟亚瑟同母异夫的姐姐 摩根勒飞结盟 双方展开冲突 由末日博士率领摩根召唤的火死人大军 跟钢铁人还有亚瑟王骑士交锋 最后虽然火死人大军被打败 摩根勒飞直接落跑 两名主角还是决定战时休战 合力打造一台时光机 把他们送回1981 由于末日任务十分受欢迎 1989的时候漫威还推出续作 让两个角色被传送到未来 跟投胎转世的亚瑟王合作 此外还有另外两个蛮有趣的状况 其中一次是在证实故事中 末日博士成为新任钢铁人 在内战二结尾 Tony被惊奇队长打败 大家都以为他挂了 Victor则是在秘密战争结尾 被惊奇先生心灵进化 改邪归正 于是在2016恶名招账钢铁人中 Victor就穿上钢铁人盔甲 努力尝试成为英雄 另一个故事 则是假设Tony Stark在一连串意外之下 变成末日博士 2010年的《假如钢铁人盔甲中的恶魔》 描绘出Tony跟Victor成为大学室友情境 在这个故事中 Victor没有打造出前往地狱的机器 而是一台能够让人心灵互换的设备 透过这个发明 他顺利窃取Tony身体 然后继承Stark工业成为商业巨博 被植入Victor体内的Tony 此为是因为失去奖学金而遭退学 遣返拉图维利亚 这让Tony陷入前所未见的谷底 过着贫困的生活 但是被逼到绝境反而激发他的潜力 于是Tony就奋发图强 凭一己之力争取到新的奖学金 念到学位 然后在拉图维利亚创业 成为事业有成的发明家 多年之后 Victor因为不断乱来 导致Stark工业经营状况走下坡 于是他就决定穿上 他替美军开发的钢铁盔甲 前往拉图维利亚 窃取Tony发明的方舟反应鲁科技 Tony得知敌人来袭的时候 就只好穿上他发明的救援装甲应战 最后Tony凭着策略打败Victor 而Victor求情的时候 表示他愿意把身体还给Tony 但Tony拒绝这个提议 决定以Victor Von Doom身份继续活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漫威会想要找 Robert Downey Jr.饰演这个角色 毕竟两人全身都被盔甲覆盖 都是自恋天才 而且都带有一些道德灰色地带的色彩 当然更大的理由 肯定还是为了拯救漫威下滑的票房 但是在好莱坞 有哪个决策不是以赚钱为题去做的 唯一知道的是 RDJ的末日博士并非来自MCU主宇宙 而是最新版本《惊奇四超人》的宇宙 这个版本会如何被描绘 有点难猜测 他会是一个Tony的变体吗 还是像Chris Evans的霹雳火 只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漫威像超时空战警的主角那样 完全不让RDJ露脸 但根据产业新闻 这次迪士尼总共会覆盖RDJ超过一亿美的片酬 所以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相信RDJ不是以钢铁人的身份回归MCU 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大家看好还是看随 都可以在底下发表一下 或是一起来猜猜MCU末日博士的故事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结看更多影片 我是超力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